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那感谢主持人哦 这一次呢 呃其实跟文悦这一篇或者是不管是刚刚或是SMA 或者是 房碧丁房碧群的其他专案的伙伴 就是多分只有一段时间哦 那这一次来提的这一个主题 那一方面是呃十中年期嘛 那在这几年其实也有一些专案的一个合作 那来回顾一下说 呃用一个比较不同的观点或者是说可能跟各位 呃专业领域或是感兴趣的领域之外呢 有一些其实他在执行中 或者是蒙古机关他利用的一个方向 甚至说不同的研究面向去提供大家一个新的思考观点 那这一次会以一个 这个GIS也就是地理资讯系统的一个角度来去看这一些事情 那试图把这些一个资料的收集 应用以及研究 来去做一个换阶 那这地理资讯系统里面 其实最重要的原本点呢 就是他有一个特性 他本身就已经是地理资资料的一个集合 那这个不管对一些很可能工程师 或是文章的同学来说 甚至我们的中学人员来说 他有时候会忽略有这个最关键的部分 可以看到在画面上的上方 其实他是一个点线面的一个资料 他是一个范围 一个底 一条线 甚至是一个面 他就有三种属性 然而他的每一个属性或是这个物件 他会是跟随着一个结构性的资料 有一个树框那边下方这一些 他可能会有序号数量 甚至会有一些栏位代表着不同的一个说明 数字或者等等的属性 作为说地理资讯系统 他的资料可视力以及他预计处理的东西 就是借由这两种质量去做注意起来 同时呢 加上时间和预计 时间与空间 一直这样的结合 就会是地理资讯系统 那整个人就有思考的一个角度 那从这一次论坛就是提到 链接资料这个概念 或者是说结构化资料 在结构化之外很比较好用啊 或者是在可能我们在整理在交换 甚至说共同协作的时候 他其实会有很多的好处 那我在这边去把它里面的一个 我这边会碰到两个进化面抽出来 在链接资料之中呢 就是我们像以下面政府的资料开放平台 我发挥平台里面来说 他本身这个资料或服务 其实是需要已经存在的 那如果他没有的话 就是我们就是会做新的嘛 如果他有需要的话 那这一些东西他们之间 链接资料坛的一个简体就是 这个资料不一样 一样的话 他就比较连结 就是新整理 那其实就是变多变形 或者是变得更好 那以及说他们中间的差异有了 那我们为什么要连结 可能有很多的需求 所以我们就要把这两个资料放在一起看 或者是 因为藉由这两个不同的资料 原本不相当的资料 我们期待可以得到什么 这是在重连结资料的角度 回放按照往下走的这个部分 那在结构化资料的情况下呢 以右边 其实以我们在水路保持预域里面 有一个很重要 跟自从过去 马拉根台风以及小林村 然后产生悲剧的事件以来之后 所以我们划定了很多的主持流行事系列 那整个一些事件的预解 跟一些基础的划设 其实就有看到说 我们做了很多的一个资料造册 那其实他就会有很多迷路 其实如同前面几个讲者讲的 像医师明健啊 或是医师家的明健 甚至说事件 物品、产品、推进的博物馆 然后传播的及格环 这样有很大的一个讨论 类似这种 所以说这个是一种已经结构化的一个资料 那结构化的结构这个本身 也会是第二个我想带给大家 用这个角度去看的部分 就是在我们刚刚提到资料 好资料本身它会形成 主在它一定会有一个结构 不管是具象的或者是抽象的 所以这个结构必须要被设计出来 或者像刚刚讲的 如果没有我们升级卡 如果有 我们就可以把它优化 那如果 有两个或以上 甚至说我们需要用到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用结合的方式 并且 我们完成的一个开放资料 那是839的紫金水区的范围图 那里面有蛮多有趣的一些考察 中间跟不同单位合作的一个经验 那中间的部分则是我们的 一个系统 整个历史以下平衡 那其实收入了很多在业历史灾害 以及说里面的资料 当它缺乏一些关键数据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办法去处理 有没有办法去回溯 甚至在利用 最近比较夯 或者是其实夯很久了 工资协力 或是工民科学的机制以下 也有没有办法去做一个回溯 回溯完之后 让这个资料是不完整 更能够使用的 最后再分享几个 贵人近几年的一些研究成果 那我们从这个紫金水区的一个资料来说 其实呢 目前它已经是开放资料了 其实各位上网的话 应该都可以看得到 假设各位未来是从事相关工作 比如水利工程 或是博弊保育 以及说是有些学生可能有机会接触到 那过去就是我们在接触这个东西之前呢 开始接触到一些教育的工作者 还有可能一些理工工程类的技师会提到 好像水利署、水利局、核专局 或者是我们水保和林务局等等 好像对油域跟集水局概念上很像 但是又好像有一点不一样 那同时呢 各个单位其实自己的业务 它有不同的一个范围 那我们就发现好像都没有一个同意的东西 那怎么办 那有没有共同的东西可以做出力 那在另外一方面 则是像民间或者是像社群 像LAS跟ARTA这边 其实在过去 从工系核子到手榴子手社群的构建 但目前跟中年院的果担 还有一些民间的社群 在民房跟防灾上面 还有GIS的应用上其实也捉摸的不少 然后这些东西他们实际的需求 我们都没有办法去处理 他已经说 我们在这两三年的这个结束 我发现其实大家的期待跟需求都很像 然后也有一个关键是 似乎我们台湾的人 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的行政规则到底在干嘛 好像是这个观光行政期的决策很短 然后呢 大家的需求就往奇怪的地方发展去了 这个是蛮可惜的硬定 好 那么我们有了这些需求就开始在想说 因为这个东西也没有办法找出 到底有没有哪一个标注的规则 然后如果有它是什么样子 因此中间的过程 就是先尝试着去找资料 去找出它旧的版本 去找出之前的 可以做了哪一些努力 还有一些成果 在中间你可以看到是借由一些工具的调整 包括很多资料的混合比对 以及它栏位的整合 我们最后是做出了这一个开放资料 加上很多人的一个努力 就是最右边这一个 就是全台湾分岛 切分成839个范围 这个是它的结果 那我们就回过头去看说 像这个紫基水区以我们 所以老师局的业务来说 就是去找在民国43年开始 还是第一次 到我们这一次的做调整 它其实是第六次 然后大概是在第三次之后才出生 所以也是一种社会考读 前面的资料标准 然后就慢慢的演进 那中间的一些描述跟形态 其实都有不太一样 依据当时的时光背景跟居住不懂 所以资料的本身 它可能在概念 可能在实体的形态样化 或是成为会有随着时代去做演进 所以这一个脉络 其实某方面来说 它是没有办法努力在资料之外 因为你在过了一段时间 甚至你在不管的环境下应用这些资料 不管是实体的资料 或者是虚拟的服务的时候 那你去脉络的情况下 你会有很容易有一些误解 甚至说 就卡完卡那边就卡死了 那在这一些材料来说 我们就用了这几个 有一些是只有文字 有一些是只有代码 有一些是有范围 那这个中间我们就把它借由一些操作 基本上就是很容易对 然后把所有的资料东西都整合起来 那中间我们也去研究 这边都是比较一些技术上的东西 就是大家想看 其实像上面这一些音乐 如果是理工工程师的话 它是用C-C-C-A-R 甚至说一些栏位 它里面只有255的位元主加章里 所以你超过的它也是一样 那就是过去的格式跟现在格式中间的差异 那你顾虑了你的资料 第一手没有问题 第二手一转换 那你的资料其实就整个有法被使用 然后研究完之后我们就慢慢去比对 有一些细节可能就不再细讲 但是有进去的可以帮你后续来访问 像在水利署在2000年 其实参考了前四文 在更早一个版本 一二六一的版本之后 从2000年发展了一个分析版本 就是六一版本 那它是比较大的 那中间呢我们的资料并没有做公开 应该还是不照仔细 好 那我们的范围是有一个819 那在中间到了现在之后呢 产生了我们的分析范围的不容忍 所以呢 中间我们才开始做这个调整 然后整个调整完中间你对完之后 然后最后就是产生了八百三十九 那在中间其实刚刚提到的 还有结构 这个新的结构 我们有去重新把它编排了一下 我们要让这个结构 这个资料 对其他的资料是可以相容的 所以我们把我们的合唱代码 那我们做了一些区别 我们让脊椎区英文做维化 这个shade来使用做一些区别 那同时我们附属在他的合唱代码之下 再做重新的编码 让两边的资料合理做文化 中间其实有做了不少的一个工 那我们去在资料之间 因为业务需要让他去做一些连结 那包括说 我需要为了连结而去调整结构 没有问题 那我需要为了结构而去产生新的连结 或者是新的处理 这个都ok 不然看我们最后的需求是什么 那在中间 同时我们也会遇到wikidata 当年都 你看说wikidata 会有了解的一个问题 以及处理之下一定会遇到的问题 那淡水而不是淡水而 你的孩子也不是你的孩子 同名同姓 包括说中文英文甚至是其他的旅 台湾本岛语言 南岛语言 台语甚至是更多的一个语文等等 它本身都会有一个 嗯 本体性跟子态性的一个问题 那在最后来说 当我们将这一些 例子的一个资料连结完成之后 那其实我们都会遇到 这种或甚至我们自己的研究 很多人说 嗯 那么这些东西 它未来是不是会有一个统一的要求 或者说它真的有办法这样子做吗 那或者是直接更现实的讲 不管是什么领域 都会有来讲什么 但我们很自由的去中间化的时候 大家就会询问 诶如果中间化统一管理 都会有效率啊 如果统一管理的时候 那一定也会遇到人说 诶去中间化的灵魂是很难 是不是有机会可以取代 统一中间的一个做法 所以这个 其实以公共行政来说 或者是单理这一个课案来说 它是相对困难的 那原因就在于 登公登架或上 它是没有授权去做这样子的事情 当然这个议题会比较深啊 对 但是呢 其实只要去了解一下关公行政 或者说各位投票之后 立法委员立下的法员没有说 那我们就是不能做 那如果要做 就是做关门 这个比较有趣 有兴趣的会后也可以再聊一聊 那这个中间 我们藉由一些资料的一个整合 还有比对 应用了一些地理直律系统 中间的一个特性 将他们怎么拼合起来之后 我们其实做了一个 可以在去年110年做了一个 可以容纳所有资料的旧版本 和贵亚扩充性新版本的一个 每一次还原点的东西 就像iOS的探訪群一样 好 然后它就是110年的版本 就这样放着 新的都有办法回收到哪里 中间呢 那我们跟VTdata朋友 像辣子这一年期之后 有接触到这个合照代码的部分 这个也是讲到第二个 最近的问题 例子像平台 它里面会介绍说 它大概里面放的这些照片事件 跟它关联的资料 然后会是什么 那这两个中间的关联性 是在于说 可以当时就是跟文学一起去推动 VTdata QID 以及水利署 将当时的承担肥育 大力的帮忙 还有水利署的 张广之附总工 还有辣子的踏板等等 还有太多 包括当时其实 在 中研院遇到 广运广跟 组维工作室的成员 其实所有的人都在问这个问题 就是台湾到底有几条河 多潮水 水平衡的问题 有几条河 目前 还在努力中 请去的 会后跟文学后 都是把钢子办在这里给来做 好 所以当时我们就开始进行了这项工作 用很多的台湾基础资料 或者是跨单位的基础资料 正在尝试说 把它研究去QID上面做一个观点 那我们后续能够去 用这个QID去做 来不及做或者是要尝试的一个东西 好 那在这边先简单做一个小节 就是在这个开放资料 跟这些抑制资料的话 设计还有QID的过程中 其实我们尝试做的是在让这些资料 藉由时间跟空间 还有一个订阅的一个版本 而且是面向大众公开的版本 可以让所有未来公开的不公开的资料 都可以回溯到这个环境点 好 那如果是理工的话 你就 你就想象成这个就是社会上的地点 就是在110年定位的地点 所有的东西之前或之后都可以定位 那二来就是在资料背后一定的迈过 那这块因为可以很重要可以比照样 但是呢 当你丢了他 那他就会 你知道目的地点 因为在你很需要他的时候 就会大把人力打 所以说能用尽量用 能用尽量用 那在很多的未来 其实当靠不管是社群 不管是单理的领域 我们遇到的问题 遇到的问题是越来越长的 所以会很需要 我们化领域的去沟通去协作 包括像不管是商业行为公司 或者是政府机会 研究单位 甚至说像我们社群 通常是上班是社畜 下班才是社群 所以说我们通常会有很多的身份 然后化很多的技巧 就去做 所以在这些协定架构上 就是藉由以资料为议题 以生活为需求 去做这些情况的时候 可以去验证这些合作的架构 在不同的领域之间 做沟通做合作等等 同时去做未来 这一些资料应用的基础 基础是要资格苦工 他没有什么绩效 而且也不容易有人会感谢你 所以说这个算是一个苦工 他也期待大家的加入 有很多的可能 他做不好 那第二个来稍微停一下 就是说在栗子影像平台 其实他是在过去 我们因应了很多的一个災害 其实没有特别提的话 但就会被人准忘记 这比去年的 尾巴多独假灾害事件来说 其实在其他的协定单位 就是也是努力了很多年 包括说江山山部落的一个居民文化 还有他是南河 还是南河 南河很重要的一条道路 然后都附建好 都暂时变道也都盖好 然而在去年的一个災害 包括现场的一个阻害 或者是其实是有人伤亡的 其实是让人 或者说我们除了追报领域以外 我们有一个重要的工作项目 是分工效的防灾 那在防灾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我们其实心里会也是很不省 或者是我们会很想要尝试去做事件的预防 然而我们在事件的预防之前 或者说我们要去面对未来 或者是一些推测之前 我们需要做的 就如同刚刚提的过去的脉络 过去发生过什么 其实我们必须要先知道 那不然去了脉络之后 其实找不到原因也无从做起 因此其实当时在主管的支持 当时也参考了 不管像日本的一个災害 災害历史悲伟的一个经验 或者像是日本映画地图 以及像空气核资 还有浮导的浮射地图等等 其实都有参考进去之后 我们就想说我们是不是可以做一个 台湾版的台风事件 因为台湾的地团境关系 我们比较常遇到的是台风 加一些地震快运动 所以我们就尝试把这个概念融合进来 去做了这样的一个计划 不仅在耶路的资料上的收集 那我们也尝试说让民众能够去 同时上传自己的照片 慢慢的科技的一个进步 还有像CC授权的一个引进等等 其实这个就变成我们在不同单位里面 能够有用共同的一个资料规格架构 还有以及协作的一个制度 去尝试做那件事情 然后让它发挥更大的一个效果 包括这种开始去将这些资料 转成API 那待会也会介绍到说 我们目前初步在基础上把一些事件 跟QID这一边做结合 以及说我们的主管机关更上一层 在農委会这一边 其实资讯中心 他们也做了很多的努力 类似做了一个备用 其实把我们静态API的JSON 重新再去组合一个API 所以这样以这一个系统来说 它会有两支 虽然只向同一个源头 但是你可以用两种方式去取用这个支 可以保证它的一个备源的特性 也可以发挥不同的系统这样的优势 以及专长的 那同时我们也持续的说 不管是商业的 非商业的 或是在台湾的一些人物团体 甚至是当时也是多少 有在跟主要工作室有在接触 那当然中间比较可惜的是 所以我们老师 他试吃之后有些东西 合作的形态很多改变 那包括说这样 博文库2.0 目前也有持续的在尝试的做中 那客经典导演还有直进 这些都是一直有在努力的方向 那中间是做一些设计的小东西 其实这个可以讲 蛮多就是不同的资料格式 如何合作整合 但是这个比较细节 如果有兴趣的话 那我们就是后续都有其他 可以让大家提问 或是后续再用联系的方式 讨论都可以 那在这一边 我们都以赫博台风来做个简单的反例 那像我们以JASON的一个资料 做的一支API 这个是LIST 大概抓了1000张左右信息 然后做了像11个台风 那我们暂时是先用VT data 它的external data和int 先去做连接 同时我们也将我们的一个服务跟资料 激态的资料再找阶层服务 然后再提供出来 让其他的机关或是民间 能够去做运用 像以这边来说 当然像我们今年这些是细节 我们上了一个以外 但是我们还在努力让它能够发合一些功能 慢慢的我们去增加它的ID 增加它的识别性 以及说增加它的形态 让它可以更好的跟其他资料做连接 或者是至少有些情况下 我们可能保留成文字的描述 去方便说 不一定每个人都有理工的背景 能够去操作的介面的时候 那我们同时也会去保留一些 一般人他很直觉 或者是只要一点点的软体辅助 他就能够做处理的一个呈现方式 所以在这一边或者说这个小节 其实讲的是在政府业务来说 其实我们的背后都有一个目的 有了这一个目的 我们才会去做这件事情 或是应用这些资料 反而这个业务的执行 需要的基础也包含很多 要持续有需要 持续有产出更新 不然他可能就像食语言一样 他没有人使用他就停了 他停后只能变成一个象征性的东西 或者是他没有办法变成 日常生活中应用的部分 然后以及说最重要的 其实不管在各位讲者 或是在场各位的专业领域里面 任何的事情要持续下去 他一定要有成本 这些成本包括人力、人经费 那这两个东西一定会有人买单 不是税金就是自己的钱或时间 所以说很多的诉求 跟我们其他要去做的时候 有时候事情没办法做 他的解决方法很简单 就是有人去做就好了 那有些时候他有很复杂的部分 就需要再联加 那在可能协力的一些架构跟累积 特别重复提的一个关键就是 延续我们刚刚在开放资料上的一个处理 就是合作架构跟验证 验证其实就是我们必须身体力行去做的 那只会别人去做 其实会有一点 呃己愿他力 除了那个就是你的责任 不然一般 呃在过去参与社群的一个经验 呃就是你觉得有问题 那就来做吧 嘿那就 他如果没时间做 没关系他能量的就好 那至于其他的 其实对事情没有帮助的必定 呃帮助是真的不大 对 那基础的累积就是他的重要性 很重要 然而他是最 最吃力不讨好 所以基础的累积都会有兴趣的话 可以 可以来尝试 但是如果你是学生的话 建议是有工作先找 拆好自己的兴趣 那自己先不要饿死 你再来想要帮助别人的东西 那像我们现在饿不死了 我们就可以开始做功课 但是如果是学生的 或者是一镜头前面的伙伴 你本身还不稳得 然后也要慢慢来 最后去带一些说像 近期这几年 个人的一些研究 或者是尝试说 这一些业务跟实际应用上的东西 以外 在应用的层面 研究的层面 他还可以用哪些情况 像是在过去 如果我们用一些工具 针对一些资料 做像刚刚提的一些做普通 甚至说我们把它结构化之后 整个把它用系统的辅助 统计 连线 弄一弄的你就可以找出 长期的一个趋势 我们可以从时间 我们可以从文文里面找出 东西中间的一个转换 当然VoS Viewer 这个是比较 比较文献 文献处理类的 中国做的有一个siderspace 但是他的栏位系统是他独立的 中间要做一个资料转换 那在左边像是一些关键字的分群 当然这个是针对文献 那如果是针对文本本身的段词 像是中研究的CKIP 或者是HTML5的文字云 以及针对文本意义的 段词跟频率 还有另外一个欠账软体 国外文字探单做的 有一支類似小英文红色的 那个都是另外的 有的做相关研究的 应该就会有印象 没有的也没关系 有机会都会可以提 那或是像一些 刚刚提到的是寻找过去的趋势 跟做文本的分析 像以这个资料来说 看得懂可以看 看不懂的关系 你只要知道 藉由这一些阐述 藉由资料的整合 还有技术上跟观测资料的假设之后 我可以去预测未来 假设我知道这边很危险 那他在未来严重的情况下 下的雨更多50年已遇的暴雨 25年已遇的暴雨 他会发生什么事情 他发生了之后有没有危险 有没有立即危险 或是可以脱离家 或者是黑山跟警报器 然后打个电话现场 什么 可能提供给 类似这样的应对方式 作为预测未来的假设 他也可以有一定的一个帮助 然后也比如说像已经发生的灾害 我要模拟出他发生的过程 我要模拟出过去的历程 那我也可以借合这些资料的结合 应用 搭配一些科技的技术 让他可以去做出 当时他发生的一个情况 但是是预测的 因为很多参数 其实他是假设的 他可以看到上面 这边就是崩塌 崩塌之后就是有人 这边 然后堆积在这里 这边就慢慢的往下挤 晚上的时候大概到这边 早上的时候已经挤到燃焦厂 那这个都是 他可以做操作的一个面向 所以说研究 他其实也在不同的领域 也有很多不同的面向 但我们都会 或是我们用的研究方法 跟研究的概念是不同的时候 可能就会觉得他很熟悉 或是他具有可能 皇宝论、工具论 或是本体论的相似性 或许有不一样的地方 但是这些不一样的地方 他希望你说 用不同的样子 可以去让大家去想想 有没有机会 藉由GS的系统 然后藉由一些 业务跟应用的方面 让未来如果说 你在遇到没有灵感的时候 可以来这边做一下参考等等 所以说在应用的层面上 或研究的层面上 我可以研究 或是整个一个主题 我可以研究过去的一个基础 或是研究现在应用的技术 甚至是因应未来对策的一个操作 我们只是都可以藉由 一直的一个资料 跟资料结构的操作上 去达到我们想要得到的结果 不一定准确 但是总比没有好 那在未来的话呢 我们是希望说持续跟 研究单位还有社群去做一个合作 累积以及应用 包括说像中间面的Dekosita 的 他其实已经有借接了 Google 他的资料库搜寻的一些基础建设 那还有说像我们也常常 那本GDP这一边有一些合作 也希望未来以后持续 这样回动 那包括说像今天本主角 Wiki Foundation Wiki Data 还有像OSM的伙伴们等等 这个也是目前是我们 明年的一个操作的方向 那以上介绍到这边 谢谢 好的那边感谢讲者带来的精彩